整晚都是30塊嗎 安安市議會質詢市長黃偉哲 站著看螢幕眉頭深鎖 市議員質詢說停車費率 到底要怎樣算 結果市長主管機關和議員 都搞不太清楚 就是這個時段內最高收費 晚上9點到早上9點 一個時段最高收費30塊 他也沒講每小時 所以他是停整晚是30塊 原來有市民檢舉 私人停車場的收費 沒有表示清楚 車停了才發現 不是想像中的收費狀況 甚至被收了破千元的高價 一個半小時我繳了220 因為是列假日 那我覺得算了就學一次 學一次關 實際勘查多個私人停車場 有的標示50元 是30分鐘為計算單位 有的標20分鐘收30元 不同地點標準不太一樣 停車場他是沒有收費上限的 來看一小時就是90塊 所以一整天24小時 換算下來就是要2160塊的 這樣天價的停車費 不同的兩個停車場 都沒有寫收費上限 這一邊白天晚上計價方式不同 平常日停一天24小時 停車費1560元 而另外一個停車場 週休國定假日 每20分鐘30元 24小時就要收2160元 你要求業者在新設 或者是換證的時候 以統一格式 也就是每小時費率的方式 來做現場費率的告示 主管機關表示 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之下 尊重業者自訂收費標準 但是確實該標示清楚 有無上限計算方式等等 避免民眾停車繳費的時候 得付出超過預期的價格 三天新聞稍微俊榮台南報導 rey cow x Iraq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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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x x x x